彭浩祥執到的賀歲片進行開鏡儀式 找來十二年前曾經合作的梁樂師主義 著名作家金庸一前離世 為英雄分享當年拍處女作 有幸跟對方有一面之緣 《全民造星》的Ian Edan和阿Jer為頒獎勵演出 就說比之前參賽更加緊張 歡迎收看十五分鐘二度 我是CK朱俊傑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日前離世 享年九十四歲 而他的多部著作曾經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而曾經演繹過他不下角色的 例如古天樂、梁朝偉、劉德華等等 亦紛紛表達懷念 華仔更加表示是武俠世界的一大損失 而自己曾經能夠演繹過陽光這個角色 亦是一個緣分 彭浩祥早前宣布開拍賀碎電影 這日他聯同陳正、梁樂師、徐天佑 谷祖琳等人出席開鏡儀式 Isabella和彭道商界十二年後再度合作 不過原來是機緣巧合 不是很久我們在商場 應該說我在商場 剛好做女兒 見到她 她和她太太在喝酒 然後我就過去問 彭道,很適合 然後她說,很適合 我忽然想起你 原來是真的還是假 她忽然想起我 她說,現在我在籌備一個喜劇 想找我 我說,好… 就是這樣拍這部戲 即逢這一天是晚勝節 Isabella說和兒子星期六 已經提早精心打扮去慶祝 扮猩猩的她更加不停被集郵 我告訴她 真的很激烈 對 激烈到我完全無法呼吸 但我實在太受歡迎了 因為那些人是… 他們沒有說,可以拍張照片嗎 沒有 他們簡直是… 但不得可惜 希望借這部電影向對方致敬 電影本來是計劃了 是夏年年中後的事 也還有一段時間 短期的影響是沒有的 但心情影響會較大 我覺得… 其實不如把那種悲傷 變成了拍這部電影的動力 盡力去拍好這部電影 令這部電影可以向金銘先生致敬 衛英雄將會在12月演出舞台劇 今天洪姐就跟導演張之角 到李居明的電台節目宣傳 她就透露 這次是她首次挑戰演舞台劇 所以也做了不少功課 所以其實我已經是上幾月前 自己的腦袋不斷地找一些題材 去處理自己的性格 哪一場戲應該是怎樣 希望可以用最佳的狀態 給觀眾看 而提到著名作家金銘先生 日前來世 以飾演電影《蛇雕英雄傳》中 木念池一角而出道的紅姐 也分享當年有幸見過對方一面 當時其實在拍攝後 張慈先生也要找金銘先生 去看看我適合他北下的木念池 所以我說我有緣見過他一次 就是讓他看看我這個人 像不像木念池 才會決定會否找我做這個角色 昨晚點幾時才知道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做工作 所以你說難不難過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離開 我知道他很安長離開 我不是太難過 不過是覺得一個這麼厲害的… 我們稱為前輩,又離開了 心裡有點酸 亦發了一篇文 黎瑞欣這天和趙仲瑜等 為頒獎禮擔任嘉賓 小欣子透露 接下來將會跟家人 去泰國布吉旅行 共享天倫樂 這次是全家人去的 我們秋季大旅行 對,去布吉點 打算訂了一個地方 一起去主要旅行 對,一起去玩 而且有些朋友生日 我們幫他慶祝 是 而阿瑜剛剛跟朋友去完韓國之旅 因為照顧小朋友,有太大壓力 我女兒小一,她有點未適應 我可以說到 例如功課、學習的進度 很多事情都未適應 其實心裡當然想… 你跟得到… 但實際上你不可以打擊她的信心 所以在這個位置,在裡面 在打仗 所以我忍不住,有一天忍不住 我容許我任性 讓我充電 幾天… 幾天到我回來再來 同場的還有《全民造星》的Ian Edan和Jer擔任表演嘉賓 Ian坦然比之前參賽的時候 更加緊張 你們倆說比賽前… 即是比賽中的表演 反而比現在更緊張 但我的看法可能反過來 因為當時我們還是參賽者的身分 所以可能有時有點瑕疵 人們會覺得他們只是參加比賽 還可以包容、接受 但到現在我們真的出來 做一個表演者的時候 我覺得要做得更好 另外,今晚Ian也參與演唱會表演 投入演唱獲得粉絲熱烈支持 相隔四年 許志安日前宣布將會在2019年下半年舉行個人演唱會 對,安仔表示這次申請了兩次才成功 還拿了一個星期的檔期 除了他本人之外 我相信等了那麼久的粉絲 也一樣如此興奮 中駿鎮圖、黃宗堂、Joey Tan和囝囝 許懷恩和許懷谷等 這天出席電影首映 提到著名作家金庸日前世世 B哥哥坦然是對方的支持者 亦曾經飾演過神雕俠女中 《絕情曲主》一角 我以前也絕對是他的支持者 我們中國人 我想有一大半都是他的支持者 看他的舞靈小說 我也演過其中一個角色 演過《絕情曲主》 我覺得是一個中國很偉大的一個人 影響了我們這一代 你拍電影的時候 他也有到現場嗎? 他有,他有到現場 他一看見我,他很清楚 他一問他,你應該單眼 我對,但那時候還沒被人打盲 我的造型是還沒被人打盲 後來真的被人打盲 他也曾經說過我的絕情曲主 其實應該是我這樣 因為他不是一個大奸大惡的絕情曲主 而是被老婆逼得很慘 黃宗堯亦對金蓉先生離世感到很可惜 而最喜歡的作品就是《神雕俠女》 因為《神雕俠女》 除了他的故事很浪漫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舞俠小說 還有很多不同年代的男神們 都頒拍、做過楊過 黃逸神組前同樂震偉 肖子豐、英飛混血兒Asha 俄仔Ansheles拍攝ViuTV新劇 《迷失假期》 Dixon至少受爸爸下雨影響 經常出入片場看人演戲 到現在終於明白拍劇有多難 不過他沒有向爸爸請教 去片場探班 我又覺得… 其實感覺上網上很簡單 怎麼搞的 這樣對白也記不到 不過原來你不只站對白 你記對白之餘 還要記起站位 看看有沒有遮掩別人的光 然後甚麼時候要接 要做甚麼反應 你要記住自己的事 待會你要再做一次出來 這是很難很難的 其實我也沒有怎樣 跟家人交代過做甚麼 或者拍甚麼 因為我嘗試過問他 問完之後得出來的結果 也是… 做多幾次就認識了 做多幾次就熟悉 我聽到很嚴重 不如不問吧,好嗎 好嗎 這次新劇請來資深演員 陳麗雲參演 早前他跟Thor、Asha進行拍攝 而Thor和麗雲姐還一拍即合 始終兩婆孫 很多是很親密的場面 我也要很幻想 原來那人很親密 對 然後今天看到 馬上很投入 因為她很友善 一到位聊天 她很甜蜜… 很甜蜜… 所以一到位的時候 已經覺得比自己的婆婆更親 她馬上拍了一段影片 她馬上拍了一段影片 她未見我的話聲 突然這麼溫柔 對,總之整部劇 只有那一幕… 我也有對你溫柔過的 很不同 你的眼神會否這麼壞 真的不同… 看到樣子特別溫柔 那些行為舉止 完全不同,是另一個桌子 而首次接拍ViuTV劇集的麗雲姐 亦非常合理 坦然拍攝十三、四小時 也一樣沒問題 她亦特別感謝劇組對她的照顧 我來到這裡 我很感謝所有工作人員 都對我很好 雖然第一次來 但沒有很陌生、很抱歉的感覺 樂隊雞蛋蒸肉餅推出新碟 這一天就特別選擇 在攀石場舉行發佈會 原來結他手Sony 平時也有玩攀石 我旁邊那位攀石最多 對,我攀石了一陣子 但他們也有讓我一起玩 是嗎 是你最厲害嗎 我攀石最多 會飛的 你覺得誰最厲害嗎 他,他會飛的 雞蛋蒸肉餅為新作品 發了不少心思 唱片封套就由鼓手HeHei 負責設計 他們更透露 花了很多時間製作 對,我們這次的音樂錄音 製作的時間很久 雖然只有五首歌 但我們做了兩年 對 為何要瘦皮那麼久 其實主要是因為靈感 不能這麼快 一時之間馬上彈到一些 所以用了很長時間 在編曲方面 陳柏宇自從九月 榮升為爸爸之後 經常都在社交平台 帶上他的臭B日常 日前他跟太太胡曉薇 第一次帶寶伴女去打針 這位爸爸心痛的程度 竟然是和B女一起哭了一份 令老婆非常無奈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拜拜